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一黄眼 我们已踏入2024年的第一周日 我不知道在过期的一年里 各位是怎样度过的呢 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里度过 是欢乐幸福里 或是痛苦悲哀 我们都知道 上帝的恩典都够我们用 不然我们今天也无法 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你说对不对 为此我们要感谢主的同在和带领 也感谢他一直陪伴着我们 度过每一天 让我们在祷告里 向他感谢和祈求他的带领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带领 也感谢你今天又给了我们机会 来到你面前思想你的话语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让我们更认识你 同时也看清我们自己是因你的恩典和救赎 才拥有新的生活和力量 主啊 让我们时时刻刻 谨记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愿荣耀赏美 都归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和感恩 阿们 今天的凡事题目是 向罪死了 向主活着 是启之以罗马书第六章 在此我只为大家读 第一到第十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开始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是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助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助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 同定十字架 使罪深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夫 因为已死的人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罗马书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过往 现今和未来的光景 过往我们是罪人 与上帝隔绝 心灵盲目 本该遭受上帝的愤怒 当现今因上帝的恩典和信使 借着耶稣基督 在十架上的宝血 救赎了我们 因信他的人 使我们能与上帝和好 至真理 告知我们 现今我们该有的状况 第一 我们在罪上死了 我们的救人 随着基督的死而死亡 死了 是过世 过去世的词 表示这是人在信主时 已经发生的事实 所以不是说我们 应该在罪上死 而是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 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不再被罪捆绑 也不再是罪的奴仆 其实这样 那我们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新闻告诉我们 断呼不可 从逻辑上 从逻辑上讲 既已向罪 死了 就不应该对罪有所反应 或是欺负于罪 不该将肢体献给罪 做不义的契机 因为罪已无法捆绑我们 让我们听从他的诗意 我们现已自由了 第二 随着基督的复活 我们与他同活 这意味着 我们信主的人 有了新生 同时 已活在新的规则中 我们的新主人 是基督 是良善的 是慈爱的 所以他配得 我们完全的顺负 我们要造作 他的旨意 和永恒的目标 活着 将我们的肢体 作义的契机 献给上帝 靠着他 复活的力量 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有许多人 谁说是信主 仍然还被罪挟着 是为什么呢 只是因为他们 并不是因作从上帝 而来的真信心 称义 而是他们靠着 自己的奴隶 改善救人的行为 结果 我们知道 越是奴隶 越显出 是救人的败坏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遇到罪的时候 我们要凭信心 叹自己 已向罪死了 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 让圣灵 坚固我们 使我们 对罪 越来越提 不取兴趣 相反的 对上帝 所许业的事 越来 越愿意 追求 向主 活着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再想想看 我们此刻 是否已把 我们的一生 献上 献上我们全身的肢体 我们的恩赐 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或者 我们仍然 保留一些东西 被用在 罪的利益上呢 你的一生 是否 越来越受益 以上帝 在世上的使命呢 希望我们此刻 要看清我们自己 检查我们自己 让我们能 向左 主活着 许业他 让我们低头 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因你的恩典 我们才能重生 以你续缘和好 不再被罪 瑕疵 求你把自真理 铭记在我们心深处 好让我们凭 从你而来的信心 以你同活 靠着你赐下的力量 将我们的一生 献给你 做你喜业的事 向你活着 荣耀你 因你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上帝 愿一切荣耀 都归于你 阿们 愿上帝保佑我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